Hello 大家好 莎姐剪了髮 剪短了一點 第一是新年要剪髮 第二是因為太長了 上班時睹著眼睛 於是剪掉了 又好看一點 我真的發覺新春 春運會令人崩潰 我真的買的火車票在崩潰當中 我知道為什麼這麼多人會崩潰 完全感受到那種壓力 我的乾妹就由北京買去遼寧朝陽 那一段 她也是網上給錢人買 因為很難說 我那段時間在家不停按鈕 已經是給錢人買 找人幫你搶 都搶不到 但幸好她老公懂得開車 我乾妹的媽媽都會開車 很近幾個小時 所以萬一真的搶不到 我們開車上去都沒問題 但吊詭就是莎姐由她家遼寧朝陽去丹東那一段 我不是不給錢 我已經願意捨得付錢 在葵程那裡叫她幫我搶 因為我很難搶到 什麼12306 你告訴我 我能不能搶過人呢 不能夠 因為本身人家是5G 我家是否5G 我都不知道 很難搶 而且別人是熟手技工 我這些生手技工 你覺得夠不夠人搶呢 我已經是願意付錢去葵程搶 有加20元 有加35元 我已經是願意付到加35元 然後她除了說你想要那班車之外 你多選一個後備日子 我同樣是選那天 但選第二個班車 我亦都選一個座位 就是我願意買頭等 頭等都不便宜的 由202元變成303元 我亦都願意買一等座 所以其實我不是捨得付錢 我是捨得付錢 本來202元的車票 如果我買一等座就變成303元 然後再加35元 再加10元我想要窗後位 那就變成373元 但是 令到莎姐很不屑的 就是 她覺得她成功率很高 所以就自動扣了我錢 370多元 當然如果真的買不到 她會退回給我 但是現在又告訴我 你會不會考慮後補 如果你要做後補 你要去12306那邊 激活她 然後她就推介給你 這些成功率很高 那哪些成功率很高 不是告訴你 同一天 或者其他班次成功率很高 是你要買多兩個站 你買多兩個站 是早兩個站 那不是叫你上車 你買早兩個站 你不上車 你照在你那個站上車 就是虧多兩站錢 然後到丹東站 你又要補多一個站 有些就要補90多元 有些就要補60多元 有些就要補60至70元 那如果我計算 這370再補90多元 我會400多500元 但問題是 你現在這樣 也不擔保我一定可以 是指說 九成可以或者七成以上可以 其實只是說 你這個站很多人上 你搶不到 那就叫你搶一些 沒有那麼多人的站 先押了個位置 即是等於 我們在佐敦 很多人上去搭中環 沒有辦法 那我們唯有 因為太多人過中環了 我們唯有去一些 沒有那麼多人上 兩站的車 即是可能去到荃灣 然後就搭到 搭到去中環 你明明住在佐敦的 就是這樣的意思 但現在當然不是這樣 因為它現在有座位限制 就變成了 你買前幾個站的 有坐位 刺了幾個站 到你上車的時候 你就有位坐了 如果有人坐了你的位置 你就叫他起床 就是這樣 那我就覺得 你告訴我 你成功率很高 應該搶到的機會很高 所以你預先扣了我的錢 你現在又建議我買其他 又要另外加錢 最重要的就是 這件事是有極度不友善的 對我來說 我不知道其他人怎麼看 喂 因為它是可以搶票搶到去 開車前的半個小時都OK 你只要開車前半個小時 它都繼續跟你搶票的 而最高就是開車前三個小時 才跟你停搶 就看你自己的 教 我一定是教 開車前三個小時 你才不要幫我搶 其實我是想 你不要開車前三個小時 你開車前一兩天 你都跟我停搶 我不是在家裡等著你 真的拿著行李等著你 你一得我就馬上車 不會的 所以這個並不友善的 可能在內地就會方便 但好像我這些人 我就會覺得 開車前三個小時 如果真的搶到的 我要馬上走 我覺得很不安 這個固然是 另外就是 我自己覺得 那我的酒店怎樣 萬一你真的跟我搶不到 那怎麼辦 你一句sorry 問題是 我所有東西都在你攜程預約的 我酒店在你攜程預約的 那如果你搶不到車票 我怎樣住丹東 問題是 你現在都退不了酒店 哈爾濱你現在退都退不了 那你怎樣 你酒店錢又吃我 你又跟我搶不到車票 所以我覺得是很奇怪 我覺得 這個他應該作為一個商業機構 他應該說 如果你在我們那裡預約酒店 我們幫你搶不到車票的話 我們可以免費幫你改酒店 又確保你有酒店 但又不需要你虧了那筆錢 所以我自己覺得很煩 原來最終都是靠我自己 我覺得他說幫你搶 其實又不是真的搶到 因為要實名制 這個唯一好處就是 他內地做得好的就是 他實名制 變相不會好像澳門那些 買船票 你發覺 我來到要買5點鐘 明明你1點鐘來到 我自己可以買5點鐘船票 其實就是那些黃牛 那些agent都搶了那些票 那他就不能賣給你 那你就逼要買黃牛 但這裏好的就是 他實名登記 你是一定有那個人的 就算那個人想炒黃牛 也炒不到 因為實名 他放了出來 都有其他人搶都不到你 你就算怎樣都跟他說好 他都不能說我轉名給你 不行 這個唯一好處 於是我就在想 如果 真的這樣的話 我現在在想打大巴 看看有沒有大巴 在這個新春時間 是由朝陽去到丹東 都是三顆幾鐘 三四顆鐘 最賤格 當然可以叫我契妹 她老公輸我 當然是廉母 大佬給錢 算了 我亦都看過 微信那些call車 那說著 如果你所謂順風車 即是拼車 就一百二十幾元一位拼車 如果你說我不拼了 我只是順風車 即是那個人本身都要去那裡 我順路 可能給三百多元 就算自己一個人要一架車 當司機這樣用 都是說四百幾五百元 不用五百元 那我覺得如果現在這樣玩法的話 他如果真的要我這樣 嘩 等一會又要買多兩個站 等一會又要補多一轉 有些還要中間轉車的 因為如果訂了中間轉車 他有些建議你中間轉車 那就五顆幾鐘了 即是可能你十二點上車 十二點半上車 你去到就五點多了 那如果我自己訂一架車 我都是三個幾鐘而已 那我為什麼不自己訂一架車 因為你到時 我現在三百七十幾元 你到時再加多我九十元 我都四百七了 我和自己叫一架的士有什麼分別 是沒有分別的 還早了去 點對點 又不用早些預算上車 可能最終我都是會搞這個選擇 那我當然也會看一下 其實有沒有一些旅遊巴 剛剛會去丹東旅行 即是由朝陽那邊出發 或者由遼寧那些地方出發 去丹東那邊 如果是的 不就再加一加 對不對 那我只是告訴你 我只是坐車而已 我什麼都不用 所以其實我發覺這個真的很崩潰 我立志真的是 這個是很經驗之談 以後呢 真是如果要 真是不要選新春 去回內地玩 如果你選新春回內地玩呢 你就真是 我當時看過一些頻道主 他們說春運那段時間 有一些學生 直接搶不到車票 不要管了 我訂一個旅行團算了 即是我組一個旅行團 就一定有車位的 那我組一個旅行團 最多不跟團 然後自己走這樣 就是這樣 我現在都在想這一件事 是不是可行 因為我現在是不單止在說 這一程 即是由朝陽去到丹東 我還有丹東去哈爾濱那程 然後再由哈爾濱去北京那程 北京那程是貴的 我北京那程住兩晚都差不多六百多元 但是我在哈爾濱或者丹東 住三晚都是五百多元 所以在北京的話其實貴很多 而且北京是直接影響我回香港的 因為我回到香港 我翌日就馬上上班了 所以北京那程是不遲得的 即是我可以18號晚上才去到北京 但我19號我一定要在北京 因為我是下午機 其實差不多就是睡醒 我就要出去機場了 所以哈爾濱回北京那程是很重要的 即是我可以寧願蝕一晚在哈爾濱酒店 但其實都慘了 你蝕一晚在哈爾濱酒店 那狀況不是你蝕一晚 是你在北京有沒有多一晚住 這個才是事實 但是北京還好的 有我乾妹頂住的 萬一真的不行的 我走到我乾妹那裡 蹲一晚都沒有問題的 所以其實春運是很令人崩潰的 希望搞得怎樣 還有一個星期 另外有一件事 有時候我都會覺得 即是很氣憤的一件事 其實大家知道沙姐很少投訴 那一天昨天 我投訴了淘寶那邊 即是給他一個差評 原因就是 我想有些事情就是 很多 應該這樣說 人與人之間 即是有些人就會經常拿來說 中國人怎樣怎樣 其實我不覺得這個是關於中國人的事 是關於做人的事 我本身就訂了一雙長套耳的帽子 長套耳到這裡 就想著做一些閃亮亮的裝飾 買了一些閃亮亮的裝飾 等著釘到長套耳的耳朵 就可以去到哈爾濱晚上 就閃閃亮的 最主要目的 閃閃亮的意思 是讓人不要撞到沙姐老人家 大家知道沙姐有多高 他們有多高 我經常都是 我契妹經常都看不到我的 眼的位置是不同的 所以 我就想著有些閃閃亮 他們晚上不會撞到我 因為沙姐骨頭比較脆 買了長套耳 結果送來是熊仔耳 這樣 你怎麼叫我放一些閃亮亮的波仔 上去呢 於是就拍了相片給她 我說你送錯了 她說 退吧 我說你補償我也補償不了 即是補償給你兩元 將來買東西再扣 我說你補償我都不到 因為我在香港 我根本上是扣不到用不到 但我又退不到 然後 後來講了一段 她說 熊仔都很有趣 我說熊仔那裏都夠暖的 我說我趕著去哈爾濱用 熊仔夠暖 我不是夠暖不暖的問題 是得不得意的問題 她說都很可愛 我覺得你有一點而強辭奪利 根本就不是我想要的東西 你可不可愛關我鬼事 你覺得可愛 但我覺得你是強辭奪利 如果我覺得熊仔耳是可愛 我當初就買了熊仔耳 於是我就會說 那算了 我買那隻兔子耳 你立刻盡快送來吧 後來我就發現 兔子耳已經沒有了 然後我說 只是得深色 我說淺色的都沒有了 其實你貨倉是不是不是收拾錯 是沒有貨 所以肯定收拾給我 她說不會 沒有貨它不會給你賣 我心想 如果 其實這句都是謊話來的 你想想 如果你有貨才可以賣 我其實是買了兔子耳 你的貨倉應該還有一件貨 因為你沒有送出來 她現在告訴我 貨倉是沒有貨的 那為什麼會這樣 你應該還有一件 因為你本身是預了給我的 於是僵持了很久 本來由5元的補貼 變了10元 15元 你補貼我沒有用 我現在是趕著用 於是她更厲害說 不如全數退款吧 你剪爛了去 拍照給我看 我全數退款給你 然後我很生氣 我沒有這麼大價 你現在不是說 我都說 30多元我不是給不起 因為我都預料了 我再買一隻兔子耳 問題是你沒有貨 我才這麼生氣 現在叫我剪爛那個兔子耳 然後她還撐了一句 你不喜歡 你料理都沒用 問題是我不喜歡它 不代表我要剪爛它 30多元不多 我覺得 但問題是你剪爛它 她就很折奪 我給人 我甚至拿去回收 都比剪爛它這麼折奪 都比剪爛它這麼折奪 嘩 生氣得我 於是我投訴她 我覺得這些 可能是太物質豐富 所以那些人會覺得 你都不喜歡我剪爛它 我賠錢給你 賠錢不是 但是有時候我會覺得 賠錢是什麼問題 當然我也知道 你除了賠錢還可以做到什麼 但是問題是 現在的市道或者細道就是 我賠錢給你 賠錢不是很大的 問題是 我要趕著用的 我春節就去哈爾濱 我怎樣趕得切買 你一早說 想送貨的時候 一早說沒有貨 我馬上去其他地方買 他都後來叫我去其他地方買 我趕得切嗎 我也是罵他 我也是罵他 你一早看到沒有貨的時候 你叫我去其他地方買 我趕得切 但是你現在這樣 我趕得切嗎 同樣定我那個手套都出了事 但我手套出事 就不完全怪得 不完全怪得那個商家的 我不知道怎樣 他們通常就會經幾個站 不會說由A到B 直接一個叫做速遞 很多時候他們可能有自己專用的速遞 送去某個點 再經過某些速遞 然後去某個點 去自己那個點之外 然後就找人散 在這段最後那段 就出了事了 有人接了 但是散不出去 於是就退回來 退回去 然後那個商家叫他再送 都做不到 可能那個最終點那裡 他不夠人派 就派不到到我的倉上 一直遲了 那個商家都有幫我追他 然後他說真的不好意思 他們那邊出了問題 問我願不願意退錢 我說好 因為都不關商家事 商家都真的再幫我追過 然後再說要派的 但都不知道為什麼派不到 於是我就買了另外一個手套 就直接送去我契妹那裡 這個真的不關商家事 但我最討厭的是那個套耳朵 我後來就買了另外一個套耳朵 送過來 應該趕得及時間 我都跟商家說我趕著用 他說應該沒問題的 已經出貨了 應該可以送到香港 所以有時候我覺得 春節買東西也是一個問題 搶那個火車票是一個問題 我契妹也有說 你現在哈爾濱那麼火 你最好問一問葵程那邊 是不是酒店一定留給你的 如果不是到時候 我又覺得 那個商家未必夠膽敢這樣做 那間旅館未必夠膽敢這樣做 因為我是經葵程訂的 除非他以後不用葵程這個網 來幫他做啦 做宣傳啦 如果不是他是不夠膽的 加上我是一早訂了 我現在看回我那幾個日子 因為那個豪華套房只有一個 我現在搜尋我那個日子 他都是沒得什麼的 那應該是留給我啦 不留給我的 那我就在街上露宿啦 一定有警察理我的 葵程一定要理我的 對不對 所以不要緊的 那只是辛苦啦 我現在還未搞得到很多事情 其實我現在應該是要準備行程的了 但是你問我 葵程有很多東西是可以預約 是可以給錢買的 是很方便 但問題是 我現在我連車票都買不到 我還怎麼買那些入場券啊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是 要做好 葵程 如果不是的話 你怎樣 你有些是火車票連酒店 我是酒店和火車票分開買的 如果我火車票連酒店一起買 你都是跟我搶不到火車票的 那你怎麼樣啊 連我酒店都廢了嗎 我假期就預料了 所以其實都是一些需要更正啦 但是也這麼說 全中國十幾億人口真的很多 你想想高鐵都已經不是小事了 一車高鐵載多少人 更何況是很密很密有一班 但是都搞到這樣 是誇張的 但是你說再加多幾條高鐵 又或者再加多幾條高鐵線 其實應該就 你說可以加多幾個地方 轉車 是沒問題的 但是又繞了一條路 但是 如果你說加多幾條 但是平日又用不完的時候 其實又浪費 所以其實真的 我覺得要想一想 可能加多幾條的高速公路線 可能會有數 或者加多幾條高速公路線 然後就可能有些專線小巴 即是專線大巴 即是旅遊巴 就在新春期間運行 可能會更加好 希望我們的國家越來越好 另外就是 其實年三十晚開始 很多關口都24小時的 大家看清楚哪些關口是24小時 就是 諾馬州是24小時的 接著 不知道哪裏又有24小時的 但是 你看清楚 有些24小時 有些24小時 就去到 由年三十晚 年三十到年初二 有些就不是24小時 可能是到凌晨2點 大家要看看情況 我自己覺得 其實是有改善的 你想一下 其實年年都有這個問題 以前年年都有這個問題 只是以前 那些政府不理 那些市民又不會吵 因為可能發覺 吵都沒有什麼屁用 那些官員都不理 但是今年一吵 一發覺有這個問題 就馬上改善了 我自己這樣說 未是最完善的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可以是年二十九開始開放 我覺得 因為如果年二十九 那你就不需要那些年人 年三十逼迫上去 可以早一天上去 那你就不需要全部在年三十晚 因為大家都要過年 年三十晚上去 初一 初二 初三 那如果你年二十九都是凌晨的 那我可以可能是 年二十九 這樣 放完工 就過去 又或者寧願年二十九 深夜過去 年三十座在上面撿屋 都可以 我覺得 比較好就可能是 吞早兩天 年二十八、二十九 開始就給二十四消息通關了 然後去到年初三、四 因為年初四理論上是要上班的 你公司放不放場就沒有關係 那我會覺得好一點的 但當然 你也要看看上面人手夠不夠 上面人手多 但問題是 很多人都要放年假的 你也要顧一下別人感受的 大哥 所以我覺得 現在未必是最好的 但可能是一個試點 假期的時候 就延長一點 去一個試點 我覺得有個新開始是不錯的 之後就可能 這個試點熟了 這個試點熟了 那就可以有其他更加可行的方法 今天就說到這裡 下次再談 希望我今次的旅行成功 開心 下次再談 拜拜